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们看着都挺高兴的 好不热闹 学生刘小荣独自随着放学的人潮走出校门 她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与身边兴高采烈的同学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在这时 小荣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便接听了电话 方怡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荣 刚放学吧 过几个月就得中考了 功课挺多的吧 电话那头的女人 也就是小荣口中的方怡 关心的问道 还行 谢谢方怡关心 你这孩子成绩好 就是省心 是这样的 我跟你爸商量了 下周你和老师请半天假 我把送你那房子的过户手续办一办 小荣一听这话很是不解 方怡 我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不能要您的房子 太贵重了 我爸之前不也支持我这决定吗 你呀 小孩子家家就是脸皮薄 你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得好好报答你 这套房子就是给你准备的 具体情况啊 就让你爸跟你说吧 你请好假就跟我说 方怡一听 小荣又想拒绝自己 赶紧交代几句 便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 小荣看起来更苦恼了 这城市虽然不大 可一套房子怎么也要上百万 这样一份大礼 小荣为什么要再三拒绝呢 要想了解这房子的由来 还得从小荣和方怡的相识说起 几个月以前 小荣在公园里的湖边散步 不远处有几个小孩正嘻嘻哈哈地追逐玩闹 突然 其中一个小男孩一不小心跌落水里 小男孩不会游泳 吓得哇哇大哭 小男孩的外婆健壮急忙呼救 初冬的湖水冰凉刺骨 事发时 小荣离得不远 她熟悉水性 毫不犹豫跑过去 跳下水救了小男孩 所幸两人都没有大爱 小男孩的外婆很感激小荣 询问了小荣的联系方式 说要酬谢她 可小荣认为这只是举手之劳 婉拒对方的好意后便快步离开了 小荣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没想到过了几天 她见义勇为的事迹竟被当地媒体广泛报道 原来那天小荣救小男孩的过程 被路人拍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大家都对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女孩赞不绝口 小男孩的父母也是有心人 四处打听得知了小荣的身份和住址 直到小男孩的父母带着昂贵的礼品登门答谢 小荣才知道自己救的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而小男孩的母亲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头说的方宜 方宜夫妻俩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看到小荣家境四处不太好 一家三口挤在单位的宿舍楼里过日子 当即决定要赠送一套房产给小荣 以表谢意 方宜说那房子虽然不大 但地段不错 还是学区房 老刘夫妻俩一商量 觉得女儿也大了 该听听她的意见 结果小荣果然拒绝了 小荣说自己只是举手之劳 现在对方要送的可是价值百万的房子 实在太贵重了 如果把房子收下了 岂不是违背了初衷 于是一家三口经过商量 决定婉拒方宜的好意 方宜见老刘一家子心意已决 便尊重他们的决定 但方宜还是向媒体曝光了事情的后续发展 她觉得小荣的品德值得大家学习 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 按理说小荣做了好事 广受称赞 应该开心才是啊 可是最近家里的气氛却总是怪怪的 尤其是爸爸妈妈总是背着她争吵 这让小荣起了疑心 这一切是不是都跟她拒收的那套房子有关 父母一直恩爱和睦 怎会突然闹矛盾了呢 小荣心里着急得很 可还没等小荣找出原因 大半个月以前 母亲阿平突然回娘家住了 说姥姥生病了 需要人照顾 可上周末小荣去看姥姥 发现老人家精神好着呢 这下小荣更相信父母之间出了问题 小荣着急了 忍不住问道 您是不是和我爸吵架了 阿平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扯着嘴角勉强一笑 你这孩子胡思乱想什么呢 那您为什么不回家 我看姥姥挺好的 小荣直勾勾地看着母亲 执着地等待母亲的答案 阿平伸手整理了一下女儿的衣领 叹了一口气 我们小荣长大了 懂事了 我和你爸没什么大问题 你安心学习 好好考试 见母亲欲言又止 小荣不忍心让母亲为难 只得岔开话题 说起了自己在学校里的生活 可对父母关系的疑虑 就像一颗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小荣越想越觉得 父母突然感情不和 和父亲突然接受房子这事有关联 回家的路上 小荣把这些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一踏进家门 见到父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小荣是一刻也等不了了 爸 我有事要问您 老刘回头看见女儿一脸正色 急忙把火关了走出厨房 关心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小荣便把芳怡联系她的事说了出来 爸 您为什么要替我答应芳怡 说我要房子 其实当时就算不是我 也会有其他人下水救人的 芳怡上回来咱们家送了那么多礼物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房子我是更加不能要了 咱们做好事不求回报 之前您不是划我做得对吗 老刘深知女儿的脾性 何况她本意也是赞同女儿的决定的 现在出尔反尔 老刘有点尴尬 只能硬着头皮道 你救了人家的儿子 人感激你送你东西 你要了又有什么不对 人家大老板也不在乎一套房子 给你的你就收下 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多少人求都求不到呢 小荣乍一听父亲这话 差点被绕了进去 但很快她就反应过来 一直以来您和妈都跟我说 做人要有原则 乐于助人不求回报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 你们说过要尊重我的决定 我不想接受方一送的房子 老刘一听小荣 坚持拒绝接受房子 着急了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酱呢 那可是一套学区房 三居室得多少钱呢 你还小 不知道挣钱艰难 这么一套房子 我和你妈辛苦半辈子都买不起 人家现在送房子 送到你面前了 你偏不要 真是不识好歹 看着父亲急得吹裤子 瞪眼睛的 小荣那一瞬间觉得父亲变了 变得不再朴实 不再是以往那个尊重她 理解她的父亲了 父亲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的呢 难道是有什么人影响了她 女孩见义勇为救其落水儿童 并且拒绝了儿童母亲送的学区房 我不能要您的房子 太贵重了 父亲劝女孩收下学区房 女孩却怀疑父亲有了婚外情 爸 您是不是在外边有人了 所以才想要房子 女孩寻找父母离婚的证据 无意中竟发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 争女儿为了房 正在 一想到这 小荣脑海中 记起一个可疑的女人 联想到父母之间出现的问题 母亲的为难 她猜想 如果是这个女人 插足了父母的婚姻 父亲肯定是受了 这个女人的蛊惑 才会钻进前眼里 想要自己接受房子 毕竟是父母之间的感情事 小荣有点羞于其耻 但一想到父亲可能背叛了母亲 她就为母亲感到气愤 忍不住质问道 爸 您是不是在外边有人了 所以才想要房子 老刘一下子愣住了 满脸的不可置信 小荣你说什么呢 你一个女孩子家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小荣打断父亲的话 那您说 我妈为什么突然搬回姥姥家住 还一住大半个月 我看姥姥身体好得很 不是您和我妈之间出现的问题 还能是为什么 老刘刚想说话 小荣就抢白道 我问过我妈 可她什么都不肯说 是不是上次来咱们家的那个女人 是不是您这是要被我妈知道了 她才离开家里的 面对女儿一连串的质问 老刘震惊之语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小荣到底看见了什么 怎么会误会自己和别的女人 有了婚外情呢 这事发生在老刘妻子阿平 搬回娘家之前 这一天 小荣放学回到家 看到父亲跟一个陌生女人在争执 俩人情绪都有点激动 面红耳赤的 小荣打开门前 隐约听见女人提到了 什么儿子和学区房 还说什么 送的房子你们不要就给我好了 而父亲就说 小荣已经拒绝了 咱们不能出尔反尔之类的话 当时小荣没有多想 就镜子拿钥匙开了门 老刘一听到开门的声响 看到是小荣回来了 那一瞬间 老刘跟女人都有点尴尬 都不说话了 老刘反应过来后 便向小荣介绍 说女人是自己的同事 拜托自己帮点忙 随后就打发女人走了 之后没过几天 母亲阿平就搬回了娘家住 小荣回过头来想想 自己已经初三了 学区房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于是忍不住怀疑 父亲和那个女人有些特殊的关系 不禁猜测 女人是父母间的第三者 甚至是女人给父亲生了一个儿子 才蛊惑父亲想要学区房 否则为什么那个女人提到了学区房 如今父亲又突然改变主意 想要自己接受方一送的房子呢 小荣把自己满肚子的疑问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面对女儿的质问 老刘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老刘看着小荣慢慢说道 小荣 你要相信爸爸 我和你妈这么多年感情了 我们只是有点分歧 这也怪我们做父母的没处理好 才会让你胡思乱想了 大人的事情交给大人处理 给爸一点时间 好吗 那房子的事呢 该怎么解决 爸 我们真的不需要方一内房子 咱们住在这里不也好好的吗 见小荣的态度有所放款 老刘叹了一口气 行吧 只要你相信爸妈之间没感情问题 房子的事就先搁着吧 你好好准备考试 别胡思乱想了 小荣看父亲一脸诚恳 最终点了点头 这些问题盘踞在小荣心头 久久不能消散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 母亲丝毫没有要搬回家住的意思 小荣坐不住了 忍不住追问父亲 可父亲随便敷衍几句 就把她给打发了 小荣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父母就是感情出了问题 说不定还离婚了 否则母亲为什么会说出 还会一如既往疼自己这种话呢 父母估计怕影响自己考试 就瞒着自己 可小荣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学习 模拟考的成绩也下滑了 小荣的好友乐乐 见她最近状态不佳 便主动关心询问 小荣忍不住把进来家里的情况 都告诉了乐乐 乐乐一听就给小荣出主意 你想知道爸妈有没有离婚 你回家找找他俩的结婚证 看还在不在就知道了 我听说离婚要收结婚证的 小荣听了觉得有道理 于是趁着父亲在单位加班 母亲在姥姥家 便进入父母的房间 翻找结婚证 然而她自己也没想到 这一番竟然翻出了家里的 一个大秘密 柜子里老刘夫妻俩的结婚证还在 可小荣却意外翻出了 一份法院的应诉材料 看完这些材料以后 小荣如遭晴天霹雳 她的父母竟然被两个名叫李燕 孙大伟的人给告了 他俩在起诉状里说 小荣是他俩的亲生女儿 他俩要求法院确认 小荣和老刘夫妻俩的收养关系无效 震惊之下 小荣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父母一直以来那么疼爱自己 竟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吗 当年她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要抛弃她 现在又为什么要控告她的养父母 这关系到她的身世 而父母却一直瞒着她 要不是她意外看到这些材料 父母要隐瞒到什么时候呢 小荣很难过 她很想知道真相 她哭着分别给父母打电话 说自己生病了很不舒服 让他们赶紧回家来 最先感到的是母亲阿平 看到小荣坐在沙发上泪流满面 手上拿着法院的硬素材料 阿平瞬间明白了 阿平心疼地俯着女儿的头发 款款说道 咱们先等你爸爸回家 你想知道的 待会爸妈全告诉你 小荣看着母亲慈爱的脸庞 仿佛吃了一颗定性丸 当下安心不少 等老刘从单位回家 一家三口坐在一起 老刘夫妻俩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告诉了小荣 女孩无意中发现 自己并非父母亲生 当年她的亲生父母 为什么要抛弃她 现在又为什么要控告 她的养父母 女孩的亲生父母 为了霸占学区房 竟然将女孩的养父母 告上法庭 上百万的学区房 不要的是傻子 养父母收养女孩的 程序不完善 亲生父母能否据此药位 曾经送养的女儿 争女儿为了王 正在播出 原来小荣并非老刘和阿平的 亲生女儿 小荣的亲生父母 当年重男轻女 家庭条件又很不好 于是想找人收养小荣 惊人介绍 他们认识了老刘 老刘夫妻俩婚后多年 无法生育 答应收养小荣 后来以抚养器印的名义 通过民政部门 办理了收养手续 这么多年来 小荣的亲生父母 从来没有关心过 小荣的生活和学习 两家人也没有往来 直到前阵子 小荣的亲生母亲 李燕突然找上门来 李燕夫妻俩 后来生了个儿子 不久前在报纸上 看到小荣 永久落水小男孩 不求回报 婉拒房产的新闻 想着那房子是学区房 对自己儿子读书有利 于是想要经由女儿 拿到房产 那天李燕来到老刘家 先是感谢老刘夫妻俩 对小荣的疼爱和照顾 接着李燕感叹道 其实我很舍不得小荣 毕竟是亲生骨肉 要不是当年太穷了 哎 老刘健壮安慰了李燕几句 你要真想孩子 咱们可以找个由头 说你是我们的远房亲戚 找个机会让你看看孩子 李燕见老刘这么好说话 话锋一转 老刘你真是好人 小荣这么懂事 都是因为你俩教得好 不像我儿子啊 才几岁 顽皮得很 就怕他以后不学好 我听说 上回小荣救的那个小男孩 他父母要送小荣一套学区房 可小荣没要 小荣都初三了 学区房用不上 但是对他弟弟来说 那是多好的机会呀 老刘你说是吧 老刘倒是回过未来 李燕这是向他要房子来了 他心里不痛快 但也沉住气说道 小荣既然不想要房子 咱们做父母的尊重他的决定 这孩子做好事不求回报 有他自己的原则 咱们都应该支持他 李燕没当一回事 脸上贪婪的神色也掩不住了 舔着脸道 小荣才多大 小孩子懂什么啊 还不是听父母的 你们做主先让他把房子 要过来再说 老刘不愿意 反驳道 小荣都拒绝人家了 咱们不能出尔反尔 李燕不甘心 盗嘴的鸭子飞走了 继续跟老刘争辩 你们不要的房子 就给我好了 上百万的学区房 不要的是傻子 此时小荣刚好回到家 打断了两人的争执 生怕女儿怀疑 老刘匆匆打发 李燕离开 接下来几天 老刘和妻子阿平商量 这事该怎么解决 老刘觉得女儿长大了 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世 可阿平害怕小荣知道身世后 快跟自己疏远了 而且小荣的亲生父母 动机不纯 她坚决反对 于是跟老刘大吵一架 回了娘家 之后李燕多次联系老刘 还放话说老刘不给房 她就跟媒体曝光小荣的身世 老刘不想媒体拿女儿的身世 做文章 影响女儿考试 思前想后便联系了方怡 表示为了改善小荣的生活质量 愿意收下房子 方怡为了报答小荣 很爽快地答应了 然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随后小荣的亲生父母 以当初和老刘夫妻 没有订立收养协议为由 起诉至法院 要求法院确认收养关系无效 他们认为只要拿回了小荣的抚养权 就可以做主收下房子 那么法院会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吗 到这里就要讲到今天的法律知识点 收养行为的法律效力 我国收养法第六条规定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无子女 第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第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第四年满三十周岁 同时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登记 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 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 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 可以订立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 要求办理收养公正的 应当办理收养公正 也就是说 收养必须同时具备以上四个条件 同时还要办理收养登记手续 才是合法有效的 至于收养协议的定立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明确看出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 是可以订立收养协议 而非应当订立收养协议 也就是说 订立收养协议并非收养关系有效的必要条件 回归到本案中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老刘夫妻和小荣亲生父母 虽然没有订立收养协议 但小荣的亲生父母送养小荣 老刘夫妻俩收养小荣是事实 老刘夫妻俩婚后多年未能生育 他们在收养小荣时都已经年满三十周岁 还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他们具备抚养和教育小荣的能力 事实上小荣被收养以后 老刘夫妻俩视小荣如己出 满足了小荣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所需 虽然老刘夫妻俩以弃因名义 办理收养证 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 但对存在瑕疵的收养登记行为的处理 应当由民政部门负责 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途径处理 因此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小荣亲生父母的诉讼请求 判决下来以后 法官对小荣亲生父母的行为 进行了批评和教育 他们当年重男轻女颂养小荣 后来想要回女儿 竟然是为了儿子着想 并非是真心地想好好对待女儿 弥补之前的过错 他们自私自利的行为 应当受到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小荣的亲生父母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羞愧难当 至于小荣 在得知真相以后 她一时之间的确难以接受 亲生父母的所作所为 但在老刘夫妻俩的关爱和开导下 她慢慢释怀了 没有亲生母亲怀胎十月 把她生下来 也不愧有后来 她和养父母之间的亲情 能遇到老刘夫妻俩 是她的福气 在老刘夫妻俩的支持下 小荣联系了方姨 说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再次婉拒了方姨 纵送房子的好意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 通常源于血缘 但更成长于 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虽然老刘和阿平 并非小荣的亲生父母 但是他们对小荣的爱 却是亲生父母都比不上的 钱财乃身外之物 他们对小荣的爱 对小荣正确价值观的引导 才是小荣一生不可取代的财富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前期朋友圈突现捐款信息 怒斥男人丧尽天良 不给孩子学费 男人对儿女向来出手大法 为何遭到谴责 当年的婚姻有着怎样的经历 他和一双儿女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来自朋友圈的声讨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